最近关于林心如一直在舆论的尖端过注 当年环珠格格中曾是一对林心如和周杰之间的骂战 引起了大量吃瓜群众的围观 两人的骂战闹得沸沸扬扬 这也让老前部霍建华甚是头疼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霍建华会依然爱住林心如的 虽然林心如最近被推上了舆论的尖端 但人气依旧置身不降 林心如这几年可以说是二度重生 事业上主演的电视剧收视率都极高 后悲还不错 爱情中林心如还收获男神霍建华 今年又生下女儿小海豚 一家三口七六融融 林心如和胡建华夫妻 俩的颜值逆偏了 不知道他们的女儿 长大后会是怎样一个大美女 不过有网友却说女大十八遍 万一小海豚不小心尝错方向了呢 其实这是不用担心的 林心如长得这么漂亮 就连亲妹妹林爱薇 颜值也是直追姐姐 想必小海豚也不会猜到哪去 这就好像刘里飞说自己是家里最丑的那个 可想而知 他们的家族成员的颜值得有多高 说到林心如妹妹 或许大家没什么印象 因为很多人只知道林心如只有两个弟弟 却从没讲过有个妹妹的存在 其实之前有网友曝光林心如婚礼上的照片 而她旁边的唯一的伴娘便是林爱薇 颜值不比林心如差 其实林爱薇是林心如既母生的 比林心如小八岁 现在也算是半个娱乐圈的人 可是林爱薇却并没有借林心如的知名度去炒作 一直很低调 媒体先少报道林心如和她的妹妹 因此外姐猜测她们姐妹俩感情不好 虽然两人同父不同母 但关系却很亲密 没有因为这样的身份而有所合合 林爱薇说 和姐姐关系很好 偶尔还会约出去逛街 还会一起过生日 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姨子 我建华真是有福了 不过林心如也不差 如今41岁已为人母的她 皮肤依旧保养得白细细腻 盈盈以我的小妖令人羡慕不已 心如曾在快笨中提过 平时经常煮香煮粮吃 山有她优美的身姿 做法往上游 我学著作了十来天 有小满腰了 林心如和林爱薇两姐妹的长相 还挺像的 妹妹也有甜美的球窝 不过就是下巴不太像 总体来说还是林心如略胜一筹 心如略胜一筹